我想在近期因为大概人气比较晦气一点 有一点带族群性的应该就是所谓低价的纺织族群 那这个低价的纺织族群来说的话 在今天的股价表现也相对是比较稍微比其他的产业来得多一点的表现 或者来得比较正面的一个表现 那当然前面刚刚那一个民均有说用那个电脑来衰选的时候 又选出来十档股票 其实那一个东西来说的话 你给他看一下 他这里面在短期上能够作为强势表底的 总共有十档 其中就有六档就是纺织 德利 吉胜 莲花 大宇 宜晋 台富 这六档都是属于低价纺织 那所以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来讲的话 到底低价纺织是产生什么样的变化 那当然如果纯粹就产业上来说的话 那应该可以讲说是 我们曾经在过去十年 二十年来 台湾一直在喊的一个细养产业 就是所谓的纺织这个产业 但是结果经历过了十年 二十年之后来说的话 却是我们可以看到 这些纺织相关的公司来说的话 仍然是在这个市场上 仍然继续屹立不摇 就它的业绩 就它的营业规模而言的话 也没有萎缩 而反而来讲的话 保持蛮稳健的 甚至于有些来说的话 是在于就是所谓处在成长的一个阶段 那过去曾经有两到三年来 表现最佳最突出的 当然就是所谓高价的成衣公司 就是1476的乳虹 再来的话就是巨洋 那由乳虹巨洋之后来讲的话 就牵扯出来 就是4401的中农心 那再过来的话 又可以看到有成名店 那这一些来说的话 都是过去纺织的成衣的最下游 但是在最近期的两个礼拜 三个礼拜来 那也就是大约有一个月 到一个多月来说的话 发现一个族群 一直它的股价方向不变 那这个就是比较集中出现在 低价的纺织股 那这些的低价纺织股来说的话 大概我今天就用它的 真正基本面的财务数字 来给各位做一下说明 我们可以看到过去的纺织 大家都知道说可能是细扬产业 细扬工业没什么搞头 但是感觉上来讲的话 现在的纺织品来说的话 跟过去十年前二十年前来说的话 已经有大大的不一样 我们举个例好了 我们看到就是说 现在所看到的这一些 所谓机能性的成衣 那这个成衣来说的话 有运力选手用的 有所谓的有氧体操用的 也有打篮球用的 那也有呢 就是所谓踢足球用的 那尤其在我们在台湾来说的话 最常看到的就是国际性的赛事 就是NBA 那你看那个NBA的球员来讲的话 几乎每一个人都不是像以前 只是穿了一个汉衫跟一个短裤 都有另外一个包袱 就是肌肤的 包括手背上的 绷得紧紧的 或者是在你的裤子里面来讲的话 还有一层包袱你的肌肉 跟你的就是所谓肺腹 很像裤袜 对对对 那这一些东西的话 都是属于机能性的布料 跟机能性的服饰 那这些东西来讲的话 当然我是没有去买过 不过呢 约瑞跟朋友聊了一下来讲的话 这一些的衣服 虽然小小的那么一件 穿一半的裤子而已 那一件的话 恐怕两件三件块 那并不会比我们一般所说的 一般的成衣来的便宜 那但是呢 在这样的状况底下来讲的话 确实我们可以感受到 包括你不一定是运动了 你现在穿起你的衣服来说的话 你也会觉得 比我们自己在小时候的时候 十年前二十年三十年前 所穿的衣服 现在穿起来都舒服很多 对不对 那像这样的一个布料 一直在对变 一直在演变 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纺织叶 本来看成细扬的状况 而慢慢的在升级 那这个升级的过程当中来讲的话 你就可以看到 它的财务数字也在变 所以我们说这一次来讲的话 我把纺织叶里面的中下游 那么以最近的九季 就是我们包括今年的第一季 再往前推 就是去年2014年的123世纪 再往前推 就是2013年的123世纪 总共九季来说的话 那在今年第一季的 所谓的营业净利率 就是OP margin OP margin 就是营业净利率 这个营业净利率来讲的话 在今年第一季 创新高的公司 确实有出现的 包括从1452的红益 那么从它就是 曾经过去九季以来 最低的一季 OP margin来讲 是2.75 到现在来讲的话 14.38 这个是今年第一季 那以一季来说的话 从负的2.79 到最近第一季来说 正的7.7 那莲花来讲的话 是1459 从负的2.38 到6.6 得利 那么从负的2.76 到正的6.1 那光明师之 从负的5.3 到正的8.0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在这样的一个成绩 底下来说的话 它有没有改善 有啊 确实也许一部分的原因 来自于原物料的 低档 比如说 它上游的原物料 因为从去年的下半年 石油叠价 叠价下来之后的话 把一些石化 上游 对纺织来说 上游的原料来说的话 压在低的地栏为止 但是虽然原料是低啊 假设你的产品 没有办法提高 附加价值 怎么会有好的OP margin 不可能 就是原料低 结果你售价也低 一样低嘛 一样没有什么利润 利润不会有改善 利润不会拉大 所以现在是 一方面原料低 二方面你的产品提升了 产品的品质提升了 售价提升了 所以才有办法 把你的单价拉高 单价拉高之后来讲的话 才有办法扩大它的 就是所谓的营业纪律率 那这样一个状况 那这个就是 结果发现一缸子 所谓低价纺织股来讲的话 都位在所谓纺织的中下游 那在这样的一个状况底下来讲的话 举例来说 宏益是这一波最早动的一档个股 那结果它可以发现到 它就是什么 近期来说的话 一直在对变成 做所谓粪纺纱 粪合纱的一个新的产品 所以它股价来讲的话 一直居高不下 那我们可以看到 它如果假设是这样来讲的话 所以第一季 今年的第一季 这个成绩已经公布 就去今年第一季的财报数字 EPS单季来说 0.66 那这个已经是 过去这两年来 最好的一个成绩的一季 那当然你要再往前追溯 它的旧的历史来说的话 搞不好更长的时间 它都是今年第一季的 0.66的EPS来说的话 是一个成绩 好的成绩 那所以这样的中方之下来讲的话 就刺激了它的股价往上攀高 那结果在这个股价 往上攀高的同时来讲的话 不只是这么一家 结果我们看字卡里面的这几家 包括宜晋 莲花 德利 光明来说的话 都一样都出现这种所谓的 OP margin 营业纪律率 那么在近期的第一季来说的话 都是创新高 那这种青九季来的新高 结果在这里面我把它扫一扫 又发现到蛮有趣的 我个人比较喜欢研究产业的变化 那结果发现到 结果1457的宜晋这家公司来讲的话 最近来说的话 从2013 2013就是等于两年前 到现在2013 2014到今年2015来说的话 它已经不再是一家公司 结果它现在变成一个集团 那这个集团如何形成 就变成是所谓的一贯场 那我想在这里面来讲的话 我们就先请导播把我们的电脑资料 这一张图给各位看 那我们来看 宜晋1457在这里 那它现在来讲的话 在2013年的8月去就是并了入主 就是光明失支 那它的代号是4420 那光明失支来讲的话 刚刚前面就是有字卡 那个数字来讲的话也是一样 从过去的这一个就是比较不是 对从这个负的5.3 负的5.3的营业记忆率是本来是负的 转到今年的第一季8.0了 对不对 那这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那我们看到 宜晋是在2013年来入主光明 现在的持股百分比来说的话 是44% 所以它就变成是它的子公司 所以你可以查它的董监事资料来说的话 一看光明失支的董事长来讲 挂的名字跟这一家公司的名字是一样的 那结果这个还不大紧 2014去年的年底就开始传说 它要入主1413的红州 好那入主1413的红州来讲的话 这个事情在最近5月6月的时候 慢慢已经尘埃落令了 所以红州办了一个私募的时候来讲的话 给宜晋包括宜晋的转投资事业 共同来入主这家公司 结果在红州这一次开完股东会之后来讲的话 经营也是由宜晋来参与经营 所以变成宜晋来讲的话 就持有它有29.97% 所以翻句话说持股30% 那以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 根据所谓财报的这个观念来说的话 如果能够对这个公司有经营主捞钱 对这个公司有经营主捞钱 虽然它的持股没有来到50% 那就变成未来都是合并报表 那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来讲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 好那讲完这样的一观点图之后来讲的话 我们说光明湿脂 我们先从最下游来讲 光明湿脂它是做什么 做铁头龙布的 那铁头龙布来讲的话 就我们看有一些布料 不是看起来平面而亮亮的 那举例来说 大家可能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服装 就是如果你去喝喜酒的时候 看到新娘子穿的 有没有亮亮的那一种 那一种就是什么 就是这种所谓的平脂的亮亮的这种铁头龙布 那它的原料就是来自宜晋 那宜晋的原料就是来自宜宏州 所以在目前的状况来讲的话 就是变成它就形成一个 从上游到下游的一贯场 那所以这样的一个公司来讲的话 未来就要特别特别留意 因为它未来会把利润空间拉大 我们把详细的内容再登在周刊当中 千万不要